對人才很重視 所以想各種方法 使得每個人的盡其所能 使得他的本事能夠發揮 不要限制他 所以盡量想辦法 有時候也會錯 不過他不怕錯 他也願意投資 在教育方面投資 給你機會 做不成那是你的事情 不過最少給了你機會 讓你有機會做 那你如果真的本事的話 不得了 就有機會了 他就可以發揮 這種想法 把高等教育大眾化 他有他的代價 花很多很多錢 經費和他投資相當利和 但是他的這個 他的結果呢 你相當好 他就出了很多 自己也出了很多人才 外地的人才也盡量的 想辦法把你找到來 收進去 所以大學教育現在就 性質上就改變了 嗯 所以每個大學家都要考慮到 怎麼樣 使得 平常不注意的這些 人群裡頭 有能幹的人 年輕的人出來的話 一定要給他機會 盡量給他機會 那麼給他機會之後呢 也盡量想辦法在教學方面 使他們能夠得到最快的 最適當的一種訓練 使他能夠發揮他的這個本事 以前是不如此的 以前是完全靠你自己 對 我記得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大學教授基本他講他的 你聽不聽有理 你聽不進去 對不起 你不行 你就不行了 考試就不及格了 對對對 你聽得進去 就是行 對 那種想法現在行不中 對 現在行不中 對 那種是從前的大學 精英大學是如此 精英大學 對 現在呢我覺得平民化之後呢 大概 代價很高啊 對 你社會政府 要花很多的錢 對 但是不是浪費 我覺得這個錢是應該花的 對 而且要鼓勵大學裡頭的教師們 教學們 一方面自己做研究 把自己的學問搞好 另一方面盡量把他的學問 能夠傳達給下一代 對 兩方面 同學呢就是不大重視這一點 傳達方面特別不重視 對 有些地方呢 這個是平衡的問題 有些地方緊講教學 不講研究的話也是個缺陷 因為你的老師不做研究的話 不再不停地在自己在尋找新知識的話呢 你很容易就根本就停待在那兒 你的學生也得不到太多的好處 也同時不停地動腦筋 想辦法想 新的創作 新的這個研究 那麼把你所心得 傳給學生 學生也會感興 也會引起他們的這個興趣呢 也同時能夠推動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思想 鼓勵他們 也自己去想辦法去想聽的東西 這兩個這個 之間的這個關係呢 現在我看 一般的好的大事裡頭都很重視 嗯 現在的大事好壞 常常就關鍵在這一點 嗯 能夠平衡這個 學者 求知 新知識 對 同時也能夠在教授方面 能夠傳達給這些大 鼓動他們 使他們也特別重視 對 這個 尋找新的 新的知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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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會不 你會不答我的啊 比較敏感的問題 就是你在香港也做個校長對不對 在這邊也是面對很多的學生對不對 你從這個 新加坡 馬來西亞這方面 過去我們香港啊 都有個教育家 你感覺到兩 第一的大學生啊 有什麼分別呢 對 很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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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不是個 不是個學生好壞的問題 每個社會 每個民族 嗯 他總有一部分是 人是非常聰明 嗯 這個是 不必說的 是 你不管是在亞洲 非洲 美洲 也是 這個比例可能都差不多的 對 聰明的人 有本事的人 的比例 就差不多 嗯 所以就是 到最後是講環境 對 你這個環境 文化背景 教育的環境 政府政策方面 嗯 有沒有眼光 有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適當的這個方法 來這個 給大家有機會 對 因為這個教育是 不是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教育是機會要平等 對 opportunity 它不是equal的 equality沒有意思 但是equal opportunity 非常重要 對 所以你如果社會能夠維持這種 一種 一個基本的原則 嗯 就是每個人的 opportunity 是 平等 對 對 那麼大家有機會 但這個要花功夫的 你要想辦法 想盡辦法 使得人家的opportunity 才能夠平等 嗯 所以這個平等機會的問題 我覺得很很重要 所以那就看哪一個 每個社會 香港也好 新加坡 他這個 教育的機會 是不是平等 嗯 他如果教育機會平等的話 結果應該是好的 嗯 因為一些人選出來 你給他機會 你不停的照顧他們 把他們這個 只是給他們各方面的這個 這個幫助 使得他們能夠發揮他們的 建他們的本事 你能夠 基本上做到這一點的話 每個社會都應該是有 同樣的這個結果 對 這個要看 當地的政府 政策 跟學校 大學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社會 文化的這個 對這個教育的重視 這些都 都影響的 影響很大 對 所以你要比較的話 不是比較學生 對 就比較上的這些 環境 還有 制度上 政策上 都要比較 這可以比較 人之間 沒有什麼不同 對 因為你這個人才 你看 你人才 人多 你這個人 人才應該多 因為這個比例 我就是差不多 你有這個三百多萬人怎麼樣 你八百多萬人怎麼樣 你現在中國 中國很厲害 那個 那個 那個人才 不得了 對 對 就你有真的好的制度 這不得了 將來是不得了 所以現在中國他們 也很重視這一點 給大家機會 但國家那麼大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 還沒有做到 比較圓滿一點 不過基本的這個 總的這個 方向是對的 總的方向是對的 對 對 對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很多大學 把這個 道德教育 這個放得很低 把這個 這個Skill的training 放得很高 對不對 學生將來就是 出來找工作了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個 很多課程 他都把它 砍掉 對不對 砍掉 我們知道我們以前 唸這個大學的時候 一定要唸這個中文 一定要唸這個歷史 這個是compulsory的 還有其他這個 一部分就是這個 一部分好像是這個 解學啦 政治啦 這方面的 這個課程 也是要念的 現在好像 把學生已經砍了 越來越小了 那這個 對這個 這個大學這個 這個 畢業生出來的話 你看 就 有沒有一個危機呢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坦白說 這跟這個 整個社會的發展 有直接的關係 不誠實是個大學的問題 一個社會 平常的發展是應該 也穩定的發展 是應該每個社會的 集團裡頭 集群裡頭 他們有他們的這個規律 有他們的規則 有他們的這個規矩 他們對年輕人 對